T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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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Yuki 大家好,我是Y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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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虎年新大孕 虎年新大孕 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台湾过年了 去年的除夕夜是在家里煮火锅 跟台湾的家人视讯拜年 今年想要准备几道年菜 让柚子感受到农历新年的气氛 这天我到了车站旁边的大型商店街 准备要去一间中国人开的超市 看看里面有什么年菜年货 其实在日本如果不是中华街的话 一般是不会感受到农历新年的气氛的 这是像平常日大家上班上课 如果在日本过农历年的话 我都会叫K先生早点回来吃饭 然后视讯跟台湾的家人拜年 最主要也是要让柚子记住华人新年的文化 所以跟K先生结婚快十年 每年我们都过两次的新年 好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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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商店的商品其实也蛮齐全的 我常常都会来这里买一些台湾的酱料 最后逛了逛我只买了新竹米粉 打算来做金瓜米粉 最后又去日本的超市买了一些中华料理的食材 这天在家里跟柚子一起写春联 不过忘记买毛笔了 其实我觉得两张都写的不是很好 但是重点是要让柚子感受到农历新年的文化 干嘛你还在写哦 先练习 写完春联我要开始准备年夜饭了 第一道菜金瓜米粉 100公克的猪肉末 加上10克左右的蒜末 再加些芝麻油 加一点料理米酒 酱油加糖再加一些水稀释 我用的是代糖 热油锅 加入洋葱红萝卜跟青葱 加入猪肉末 翻炒一下 加入泡过水的新竹米粉 加入刚刚的酱油调酱 继续翻炒 加入适量的水根 先用微波炉蒸好的南瓜 再一起翻炒 最后再加入芝麻油提香 这道蒜香味十足的金瓜米粉就完成了 金黄色的米粉很喜气 很适合过年 完成 第二道菜我要做简单的金沙虾仁 在超市买的酱汁我觉得很方便 但是不知道口味如何 先准备摆盘用的配菜 将青江菜入锅炒一下 加少许的盐 味道不知道如何 但是摆盘要漂亮 将虾剥壳 将虾剥壳 加入少许的太白粉 热油锅煎煮虾仁 加入一些葱末 直接加入酱汁 这道菜原本是要用咸蛋 但是我怕味道有点重 柚子不喜欢 所以我用鸡蛋代替 搅拌之后也是有点金沙虾仁的感觉 盛盘上菜了 接着第三道菜也是在超市买的东坡肉料理包 日本人也很喜欢吃东坡肉 所以有这样方便的料理包 这个东坡肉也有粘菜的感觉 小心翼翼的把东坡肉一片一片的排好 淋上酱汁之后整个看起来很诱人 我想味道应该是不错 第四道菜是冷盘 也是在超市买的烟熏鸭肉 切片之后就可以吃了 我也觉得很方便 拿出黑色的小圆盘成盘 最后再加上芥末紫架 冷盘简简单单的就完成了 今年的年夜饭很方便的就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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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K先生6点就回来了 宥子你要喝果汁吗 你要喝果汁去拿 爸比回来了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吃饭了 OK 好了 いただきます 这个好吃吗 冷盘 冷盘 这个鸭肉肉质新鲜有弹性 因此有点好 这个鸭肉肉质新鲜有弹性 因此有点好 鸭肉肉质新鲜味也很香 咸度适中味道还不错 这个虾仁的酱汁是我觉得今天最好吃的一道菜 我觉得这个条酱很有中华酒楼的水准 酱汁的味道很浓郁丰富 多拌酱的味道也很香 这个东坡肉的口感不是软烂的口感 是属于Q弹的口感 酱汁也做得还不错 很适合来一碗饭 接下来是我做的金瓜米粉 虽然有一点点偏甜 但是我觉得蒜香味十足 让人停不下来 K先生最后全部吃光瓜 很捧场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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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粉好吃吗 好吃 今天唯一妈咪煮的就是这个米粉 其他都不是妈咪煮的 都是现成的sauce加进去而已 柚子今天也吃得很开心很香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微妙 微妙 那柚子呢换你说 换你说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发财 OK可以 可以 那换你说 再说一次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哦 Bobby很标准 那换你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恭喜 恭喜 恭喜发财 财 今天我用了日本的简单的中华食材做了厨系的年夜饭 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呢 不过我觉得好不好吃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团聚在一起 因为疫情的关系已经有两年没有回台湾了 真的很想念台湾的家人 我想今年的暑假疫情应该会减缓许多 就可以带柚子回台湾见他的阿公阿嬷 还有其他的家人跟亲戚 今天的影片也差不多要结束咯 还是很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叔叔阿姨哥哥姐姐谢谢收看 订阅 我们下期视频 更喜欢的项目 可否 妈 以外 我们下期 予订阅